好 各位同學 我先介紹一下這門課 那關於這堂課 我是陳偉 那就是這堂課的老師 那你應該是大二以上的學生 不管什麼系其實我都覺得OK 那我 強烈建議你 最好還是修過大一經濟學 但如果你對自己的 數學能力還蠻有信心的話 其實這堂課 可以從一個不太一樣的角度 就是從應用數學的角度切入 那其實我覺得大一經濟學 也還好 尤其我們前面講的幾個 基礎的章節其實跟大一經濟學講的東西 會不太一樣 只是修過大一經濟學你會對後面一些章節 可能 學的比較快這樣子 好 那所以 其實另外一點剛剛說到數學 就是說如果你修過微積分的話 其實會更好 那如果你完全沒有 有微積分觀念 也完全沒有經濟學的 前面修過課的經驗 這兩個都沒有的話 我建議你等下跟我下課稍微談一下 就是你為什麼想修這門課 等等的問題 好 那我們的助教是 魏怡如助教他現在坐在這邊 那他會負責幫大家 改作業跟 協助我改考卷這樣子 那這邊留他的email是因為 所以之後你們如果寫作業要交的話 其中一種腳交方式 是電子檔腳交 那是可以直接記也他的 那 這門課呢就是 VA3070然後個體經濟學 那我們在這堂課討論的是 一個個體如何做選擇 OK 那什麼是 個體怎麼做選擇 這個其實牽扯的範圍 可以從什麼是個體 先來定義 個體可以是個人 也可以是在高一點點的是廠商 再換一個角色 可能是政府 這種角度在做選擇 那所謂的經濟學 可以歸類在社會科學 就是說其實像中央的經濟系 是在管理學院嘛 那可是其實是比較 以全世界或是其實台灣來說 都是少見的例子 大部分經濟系其實是擺在 社會科學院底下 比如說台大的社科院 就包含了經濟、政治、社會這些系 那什麼是社會科學呢 這可能對一些 非管院的學生尤其陌生 就是說所謂的社會科學 我們是用科學的方法 在討論社會上的問題 那自然科學 就是比如說物理學、化學 它是用一樣是用科學的方法 可是討論的是自然的問題 就是自然科學的 自然界的問題這樣子 那我們討論的是社會的問題 那所謂的社會呢 就可以說這個包山包海了嘛 就是只要是有人 就這個是個社會這樣子 所以有一個人是一個社會的一個部分 那兩個人以上 你可以說定義它就是一個小小的社會 所以怎麼樣 人怎麼互動 怎麼做決定 這些全部都是在這個範圖之內 那這門課呢 我們不會談什麼匯率啊 經濟成長這些問題 因為 這可能是大家 尤其是外系的 來對於經濟學這三個字 可能的一個最直接的想像到的東西 那可是 我們不會談這些東西 因為這堂課是個體經濟學 不是總體經濟學 如果你想要學那些東西 你應該去總體經濟學的課 不過如果你還沒有學過這堂課 就直接去總體經濟學的課的話 以現代的總體經濟學來說 其實都是需要所謂的個體經濟學基礎去學習的 所以你可能還是需要先學過這堂課 那我不知道 假設有些管院的學生 你出去的時候 假設計程車司機問你說 你是什麼科系 念什麼科系的 然後或者說像我以前大學畢業之後在外面 然後坐計程車 別人問我說什麼科系畢業的 我說這個經濟系 他們就會說這個 所以你是很懂股票嗎 還是說很會賺錢啊之類的 那其實這堂課也不是在教你這些東西 其實整個管理學院甚至是 都不是真的在教你這些東西 比如說 就算是投資學聽起來是很教你賺錢的東西 它是在教你投資的概念跟理論 它不是在教你如何賺錢 這中間還是有一段很顯著的差異 那可是講是這樣講 那經濟學可能 另外一個常見的誤解就是說 經濟學是一堂純理論的課 那可是其實絕對不是這樣子的 那事實上 作為一個社會科學 其實經濟學回答的是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幾乎所有我們教的東西 都是有一個現實上的應用的 所以實用價值絕對是很高的 那另外一個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說 大家應該都對資本主義的設置很熟悉 對不對 那 就是 尤其現在電視新聞媒體有時候 偶然沒事都會跳出這個名詞 然後大家都是把資本主義當這個邪惡的代表 什麼之類 那常常大家會把這個資本主義 跟這個經濟學學的東西好像連結在一起 好像就是說 因為經濟學在講說 這個如何賺錢嘛 對不對 賺錢就跟這個資本主義有關係嘛 對不對 就是邪惡的資本主義 大概這種概念 那可是這堂課也不是在談資本主義 這堂課 談的就是我們如何用一些 數學模型的方式來 衡量或測量這個 或是了解這個世界 那這個我們在等下講政課的時候 會講更明確一點 那 時間上的話 這堂現在這個時間 就是我們政課時間 四五六七政課時間 不過今天我們只會上五六兩節 對我們會體現下課 那禮拜三的下午的兩點到五點 是我的office hour 那 我只採事前預約制 因為絕大多數你們都不會跟我 都不會來 如果你們每週都會來 我就不會採事前預約制了 但是 因為大部分人都不會來 所以 你如果有問題想問 非常非常歡迎 但是 請要事前跟我預約 那在哪裡呢 這間教室 就是I1 109 OK 以後不要跑到教室了 然後 我的辦公室 在這棟樓的樓上 八樓 804 然後呢 網路上的話 請用 EE Class 當作我們上課的平台 EE Class 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舊版的 EE Class 那個下學期 就要被丟棄了 所以我不會用這個東西 會用一個新版的 EE Class 你到舊版的EE Class 首頁 他就跟你說 我們要拋棄他了 那是這個新版的網址 所以呢 你應該很容易找到這個東西 在Portal上 也是有一個 專門有新版跟舊版 EE Class 兩個不同的Tab 好 那 Why的話呢 這個 我們來談一下 你為什麼修這門課好了 好 呃 等一下 這個 唐逸俊 化學系的 為什麼想要修這兩課 嗯 好 呃 這個 唐逸俊 化學系的 為什麼想要修這兩課 OK 好 呃 黃宇謙 在嗎 黃宇謙 還是剛剛退掉了 看一下 也沒有啊 好 不管 呃 呃 你是那個資料科學那個 OK 那我繼續 那我繼續 因為他很多時候會跟社會科學有很多集合 那也必須有社會科學的類型主持 那我覺得經濟學可以幫助 OK 好 呃 數學系 我上學期到這班只有兩個 然後 剛剛退掉一個 可是現在還有 看一二三四五 在上面 至少還有四個數學系的 數學系的 數學系的九十熟 都坐在那邊 好 那 欸都是三年級的 是其他年級的這時間都有必修嗎 還是怎樣 是吧 喔 數學系 啊就就就你好了 你是誰 我 對你什麼名字 我 鄭遠志 喔你就是鄭遠志 那鄭遠志你 你為什麼來修這兩課 因為 我自認為我數學不好 所以我想要用 被高維摧殘之後嗎 對 就想要用科技技術學來恢復自己科技技術 好好好 OK 好 也是個理由 好 氣管系我就不問啦 因為氣管系就 你可能當系統就修嘛 OK 呃 呃 陳宣如 在嗎 在 呃 我記得有一個發文系的 跟我要加錢啊 有發文系嗎 自學技術沒有 自學技術沒有 好 不在 呃 蘇 齊俊 請問大科是什麼 科技啊 大器科學 喔大器科學 為什麼不寫大器就好了 好不懂 好 問他為什麼還修這兩課 可是氣管系有很多課啊 還是這個時間剛好可以這樣 好 那我想講一下你為什麼不應該退掉這兩課 OK 那 呃 其實基本上 個體經濟學作為一個 現代的經濟學的一個 呃 重大分支 其實現代經濟學大概就分三個領域 就是個體經濟學 然後總體經濟學 跟這個 計量經濟學三塊東西而已 那 總體 計量經濟學其實很接近統計 那 只是他是拿 計量工具在處理一些 這個 呃 經濟學的問題 所以 計量裡面大部分的人也是把計量理論用在個體或總體的問題 所以總體來說 整個來說的話就是 其實 如果分兩大領域的話 其實就是個體跟總體 所以個體其實是一個很廣泛的範疇 當然我們這門課是一個接近一個 intermediate level 就是 principle level 就是最基礎的level 就是大一經濟學 上學期上那個內容 那 我這邊的話上的是一個 稍微在進階點的東西 OK 那未來你上的所有的 只要跟經濟 財經 呃 什麼什麼管理 只要 偏數學一點的管理 就不是 文 就是比較描述性的管理學的內容 大概所有的這個分析工具 它的基礎 都是某個個體經濟學的工具 OK 所以 尤其對於大二大三 然後未來還想要修一些延伸性的課程的學生來說 其實這兩課應該是蠻適合的一個基礎課 那 我們會學到的是 更有邏輯的思考 社會科學的問題 OK 那 這個 有一種說法 就是 think like an economist 就是說 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 approach to這個社會科學的問題 大部分的社會科學的做法 其實比較 傳統的社會科學做法 因為政治系和社會系 可能是比較主流處理這個社會問題的 所以呢 經濟學比較處理在 專注在所謂的傳統經濟問題上 那 現代的話 可是這過去的三十年 大概就是經濟學這個 有種說法叫做經濟學的帝國主義 就是說經濟學 不斷的把這個經濟學的工具往外擴張 把經濟學拿來分析 比如說犯罪問題 然後 家庭問題 教育問題 只要你想得到在這社會上 有關聯 跟人有關係的事物 經濟學都拿工具來分析 那我們會在這一堂課 先學到怎麼樣 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 那未來你去 你就可以拿這樣的工具 去在不同的領域做分析 那當然 對 大概是這樣 那為什麼你可能 應該要退掉這堂課呢 好 第一個是這堂課只有一學期 那事實上經濟系是有開 一個一年的個體經濟學的課 那一年比起我一學期 這個時間就多兩倍嘛 所以 不可避免的 他一定講的東西比我多 講的東西也比我細 所以 你如果覺得你很想花很大量的時間 在這堂課上面 那我覺得 你也許 應該退掉這堂課 去修經濟系的那堂課 那 第二個就是 因為我只有一學期 所以我只會挑 我覺得重要的東西講 那我覺得重要的東西 不會是所有研究所 某些 就是不是所有研究所都覺得重要的東西 那我上學期得到的這個 教學的這個意見評量 就有學生跟我說 他覺得我教的東西 對於他考研究所 考某個所 某學校某所沒有幫助 那我是有點黑人問號 我想說 那我本來就沒有要 我又不是補習班老師 對不對 我本來目的就不是幫你準備 補習班 那個研究所考試嘛 所以那 所以我要先講清楚 就是說我只上 我覺得重要的東西 OK 所以不一定 所以如果你的目的是要準備研究所 你最好先跟我談一下說 你的研究所要考什麼內容 然後我教的東西 到底會不會跟東西重疊 好 再來就是我現在正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會用iPad上課 那也就是說我寫 包括 因為這堂課 會有很多 很多數學的東西嘛 那我都會 直接在我的iPad上寫這些數學 我就不寫版書了 那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 我版書也沒有比我寫iPad好看 OK 那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我很不喜歡寫白版或黑版 OK 那我覺得寫在iPad上 我同時還可以錄影 OK 所以我現在事實上也在錄影 然後我都會 就我都會放EeClass上 我會放EeTube上 然後把連結都丟到EeClass上 所以這樣的話 如果寫版書的話 就不會錄下來 對 這是第三個原因這樣子 那 為什麼要寫這一點 因為上學期也有 這個教學的一件調查 就是說 他覺得寫iPad的寫數學 非常沒有效率 那 我是不是很懂這個考驗的 來由是什麼啦 但是 如果你可能也會這樣覺得 那可能你也不是很適合 這堂課這樣子 好 那我們要怎麼上呢 上課的話 書的話 我們是用 現在螢幕上這本 這個Nicholson跟Snyder的這本教科書 十二版的教科書 那我今天忘記帶那本書了 就是我只有他現在 我只有他中文版 他中文版的封面 是把英文版的封面抄過來 所以大家就長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等一下會 找一位氣管系的同學 當作負責人 然後處理這個買書的問題 那 oh by the way 同影片都在 都在Eplus上 ok 所以上我課 你理論上不太需要抄東西 好 那 一個問題是 這本書快要改版了 然後廠商在兩個禮拜前 才跟我講這件事情 所以才跟我講說 他們庫存可能會少 但是根據現在我們班上 6 8 10 12 14 16 18 20 23 只有23個人 狀況之下 書應該是可能會夠的 ok 所以等一下登記的時候 你可以 show你的preference 你要買英文版 還是買中文版 還是哪一本買得到 就買哪一本 之類的 ok 對 反正就講一下說 你的偏好是什麼 那 負責處理那位同學 再去跟廠商直接聯絡 看幾本書進來 那我知道的是 中文版大概還剩二三十本 所以應該是足夠 應付我們班的人數的 那英文版的話 他是還要看別的學校的老師 因為其實也不只一個學校老師 要用這本嘛 那到底全台灣的多大人要用 他得去衡量 就是 目前還欠幾本這樣子 所以英文版會比較難取得 那這本的 老實說 我覺得 能用英文版最好用英文版 那可是如果不行的話 用中文版還是ok啦 對 那 就是 他中文會有一些翻譯比較 呃 怎麼講 英文腔的翻譯吧 就是看了中文 你就覺得這個中文 好像看不太懂那種 就是有點這個困擾 那可是 你如果不懂 你還是可以問我嘛 還可以找我討論嘛 上課的時候我會講嘛 所以其實 其實理論上 有課本可以讀還是比沒課本好 那另外一個途徑 就是你可以去找二手書 這本因為全台灣用的老師其實蠻多的 所以二手書的流通其實還算 還算好買 就我上學期的學生跟我講 ok 然後而且二手書其實也便宜啦 所以 看大家的選擇 好 那 上課的時候呢 我是完全不在意你什麼 睡覺發呆什麼之類的 但是 這這裡 限制是你不要打擾到其他同學 所以睡覺請你不要打呼這樣 那 你翹課的話 對我來說 你也是沒有影響到其他同學的 所以我也不會額外扣你分 但是 我有十分的這個 評量內容是上課會做實驗 那我也不會每週做實驗啦 所以 你上EE class看到我的Syllabus Syllabus上面 每週的進度 在備註欄那邊會寫一個 EXPE EXPE 2 就是Experiment 1 Experiment 2 那那就是做實驗的週 那那幾週如果你有出席 那基本上做實驗應該就 分數都拿得到 但如果你都不出席 那你就有十分 就是送我了這樣子 那你就要靠剩下的九十分這樣 但是 如果你覺得你這個非常威猛 剩下九十分你可以拿好拿滿這樣 那當然也是沒關係啦 我完全不在意 因為我自己以前 大學的時候是常教課的 我大一 我大一為級分 就是 因為早上八點的課 我實在起不來 所以我大概一學期只上了可能兩次 分別是期中考跟期末考這樣 那 那 事情況的話 因為像上學期的疫情也是到了 上學期一開始疫情就有問題啦 那這學期可能是越到了秋冬 疫情可能會越有問題 那我們有可能會變遠距教學 那這是為什麼我現在會錄影的關係 上學期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中間有幾週是用 這個 呃 YouTube直播的方式上課了這樣 所以 那個如果不幸要走到那一步的話 我們還是要走這個路這樣子 只是我們今天剛好就是借了一個大教室啦 所以 理論上 就算是被要求說要什麼做梅花座什麼之類 應該也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對 大概是這樣 好 那 作業的話呢 大概會有六次左右 我是看狀況出的 就是看大家學習的進度出的 那我會在課堂上宣佈 那宣佈後呢 就是下週收作業 就給你們一個禮拜的時間寫 我不接受補交作業或持交作業 OK 不接受的意思就是 呃 你交給助教 助教就不會收 那你那次的作業就是零分 OK 好 那可是呢 然後這個標準是這樣 就是 助教會在需要收作業那一週的 第一堂課會出現 然後會待十分鐘 這十分鐘 如果你沒有 在這十分鐘之前的時間 如果你沒有交給助教 那就是 就是拜拜這樣 就是沒有這樣 那 我接受 你們交電子檔 但是呢 請不要造成助教的麻煩 現在是2020了 請不要交這個作業的時候 是拿你的手機 拍下你 比如說你寫了 十張的答案好了 你就把十張答案拍下來 然後 一張一張照片傳給助教 這樣助教會很困難 好歹把這些照片 丟到Word 還是丟到哪裡去 然後整合成同一個檔案 然後再輸出成PDF 好不好 所以給助教的作業 規格很簡單 就是單一檔案 然後PDF檔 好不好 那助教就會收 那 電子的話一樣 電子的話助教 你寄出之後 助教會在他 收到之後回你信 就說回收收到 這樣就是確定收到了 所以 就是盡早寄 不要你在最後 如果你都到最後一刻了 比如說 上課前五分鐘 你才打算寄 那你最好不要冒這個風險 你最好是 就把它印出來 然後親自來教 然後你教完了 你想回去宿舍睡覺 我也不介意 好不好 那如果你是前一兩天交 助教總有時間會回你說他收到 所以確定助教收到 不然 不要跟我argue說 什麼你寄出了 但是系統怎樣怎樣 很麻煩 好 那可是 因為這部分的規定這麼嚴格 那我另外一方面 規定就比較鬆鬆一點 我的規定是說 你只要有交作業 就至少有80分 如果你不是空白的話 OK 所以 我希望的作業是 你們盡力寫 而且作業是幫助你們 準備期中考期末考 為目的 好嗎 所以請 請盡力交作業 但是 如果你作業寫不好 也沒有關係 盡力寫 好 那另外一方面 我剛剛有講到實驗 課堂上 我們會跑一些 經濟學的實驗 那經濟學實驗呢 從 你們的角度可能 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 有點像是在玩這個 大地遊戲一樣 就是 讓你們每個人會 做一些選擇 OK 那只是我們 有些 有些老師的班 是會用現場實驗的方式 就是 現場用一些道具做實驗 比如說 鄭保志老師的班 比如說大一經濟學 這班還蠻有名的 那我的做法是 我會用一個 我會用一個網路平台 叫做 MobLab 那等一下我 這堂課的結束的時候 或是下禮拜我會講 那 所以大家都會再用手機 或是平板 或是電腦的方式 連線上去 然後大家在 手機 螢幕上做決策 然後 會 所以這些實驗結果 會讓你們 得到 就是我們會討論這些實驗結果 就像你們在 可能 如果是文組的 可能 國中還有做實驗吧 就是 反正實驗課 就是帶給你們一些實際的 看到一些實際的效果 OK 實際的成果是長什麼樣子 那這部分的話 是 佔學期的總成績10分 他不是額外加分 是佔總成績10分 OK 好 那期中考期末考的話 我就是定在這個 學校的期中考期末考週 各一次 那 題目的話 包含三種類型題目 至少包含 我可能還會想到新的這樣 那 選擇 選擇題就是單選的 四選一的選擇題 四選一或五選一的選擇題 定義題呢 就是我會給你一個名詞 然後要你定義 這裡定義的一定都是 很重要的名詞 OK 一定都是 課本上有特別標註要 定義的名詞 那 個體經濟學 的學習方法 我覺得 大概邏輯是這樣 你要先清楚 這個 每一個名詞的定義 尤其個體經濟學會出現那種 這個詞你也認識 OK 就講中文 比如說 隨便講一個詞好了 市場這個字 市場你也認識嘛 對不對 市場就是超級市場 傳統市場 對不對 所以你對這個詞有一個概念 可是在經濟學裡面 市場是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的 OK 那跟傳統我們這種定義方式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在經濟學當中 明確的知道這些東西的定義 這很重要 這是為什麼我要考定義題 那再來就是計算題 就是把這些定義啊 還有一些 你上課學到的知識 運用到一些題目裡面去 算出一些答案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測試你的是一些基礎知識 還有一些簡單的應用 那 會用到數學 那這堂課 我先問一下好了 目前班上 有人 沒修過微積分嗎 有 好 這學期在學 暑假的時候 剛學完 那不是記憶猶新嗎 可能很多人 大一修的 現在也忘光光了 不是啊 對 所以修過就好 修過就好 那基本上我上學期 因為上學期我上的時候 班上大概有 十來個同學 完全沒有修過微積分 那我出的考題會是這樣子 你用微積分解的話 會比較快 那如果你觀念清楚 不用微積分 一定也有不用微積分 可以解的方法 那可是如果全班都修過微積分的話 我可能就會 可以出一些 可能比較微積分才方便做的題目啦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上課我可能就會講 上課我講微積分就會當作是 先背知識 這樣子 好不好 那我會稍微再提示一下 如果大家還是覺得有困惑的話 我還是會講一下說 到底 用到的數學知識是什麼 好不好 好 那成績的話 除了剛剛說過課堂實驗之外的話 作業就30 期中考是30 然後期末考也30 OK 作業這麼重的原因是因為 我希望你們好好寫作業 好 然後希望你們 假設你們 那 我 我 像我下面寫的 是可以視情況調分的 但是我調分 會是以 我的確是以底下要讓哪些人及格為目標往上拉這種方式調 但是假設你是那種作業都不交 然後因此拿很低分 很低分的那種同學 我是不會考慮救你的 我就會把你當作我本來就會當掉的人 所以你至少作業要努力交 你想想看作業你努力交至少可以每次都有交就至少80分 你那邊就拿了24分了 你剩下 上課實驗都好好做 雖然是一個 我們上課實驗是這樣 其實它是有一個表現的 就是分數的 就像競賽一樣 所以會有 每個人會有不同分數 可是 平均來講最終 你就算表現得很爛很爛 你至少都有拿個五六分 你如果你都有出席的話 你如果不出席沒做到實驗當然沒辦法 所以這邊你就拿了60分鐘的30分了 所以其他這個 期中考期末考 你就算兩次都只考50分 你都是可以過的 那加上這還是沒條分的結果 所以要過不難 但是你至少要修一定程度的努力 不能跟我說 就是你連作業都不寫 然後想要我就是讓你pass 這樣不合理 那我這邊設立一個很簡單的機制就是 就是你如果期末考考的比期中考好 期末考是可以拿來取代期中考的 意思是說 假設你期中考考20分 你期末考考100 那你的期中考期末考都會變成100 OK 好 可是如果你期中考考100 期末考考20 那就還是會一個100一個20 反之我是不算的 那這個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期中考考了100 期末考自動就有100的話 你就不會念期末考了 好不好 所以 這是 肯定是不會這樣設計的 好 那 呃 加籤的話 因為現在就這麼一點點人而已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全籤 好不好 所以你等一下就 下課要加籤的人 就來找我拿密碼卡就可以了 好 呃 同學有什麼疑問嗎 或是現在決定要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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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話我們休息 呃 五分鐘 好不好 然後我去上洗手間 然後你們就 呃